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上半場討論到關於理念的部分 還有組織的這個區塊 那麼在下半場 上半場是心法 下半場是技法的部分 好 我們邀請大家慢慢入座 剛才有夥伴他們提到 剛才有夥伴提到使命 在現在的看 比如說他們的組織的使命是 陪伴弱小弟兄 那這句話兩千年前就講過了 所以同樣一句話 我們用現在的眼光 再來看弱小弟兄怎麼陪伴 我們如何與日漸進來落實組織的使命 就是校準 不斷地在校準 不是因為誰說了算 而是說這個是組織的使命 用現在來詮釋 不斷用新的眼光來詮釋 好 那麼針對組織的部分 我再補充一些想法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就是說組織的土壤很重要 新進人員或是已經資深的員工 在這裡頭的土壤 待會兒我會稍微介紹一下下 這個ADAM1跟ADAM2 然後還有一些人文的培育 這個是我們組織要不斷地努力 豐厚我們的價值理念的這一個部分 然後有時候把它錄下來 在這個開放的環境裡面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看到這一個是由 New York Times的一位專欄作家 他叫David Brooks 那David Brooks我很喜歡他 我聽了一些他 我都覺得非常的有啟發性 那麼他在一本書 我如果沒有記錯他叫The Social Animals裡面 提到這個ADAM1跟ADAM2的概念 那麼我特別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我們這一個 以家庭為中心 我們很需要再去培養這一塊的部分 特別在面對家長 我們要化成水 我們要跟大家到同一個平台 因為我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很努力很用力在這一塊這個部分 沒有什麼不對 我們也需要這個做基礎 可是我看到他在分享這個ADAM2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這個有很多是在適合我們 如果運用在以人為中心 以家庭為中心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我們的工作夥伴 一個修煉的一個方向 就是在ADAM2的部分 所以是往內要生根 往外又要服務 這個是不太不太容易 那這個ADAM1跟ADAM2 是有一位猶太教的那個 祭司所提出來很久以前 然後可是現在在看還是很有 很有他的意義 特別是我在自己在 不斷的去探討 以家庭為中心 個人為中心的時候 看到覺得非常有趣 然後我又再把這個再整合 就是說我們剛開始入門 剛開始去看以家庭為中心 或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有很多知識性要成長 其實所有的專業都是這樣 但是最後很重要去展現 我們會有一個感性的部分 去展現那個價值 也有很多精神的層面的這個落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也許你在跑幾年 這個以家庭為中心 以個人為中心的時候 可能你又會有自己的脈絡 那因為我今天的重點不在這裡 我只是分享說真的是很有趣 你可以不斷的去看這一個 那剛才我們主辦單位 有提到說 欸 仆人的 我說啊 你剛才 你們的服務真好 以講師為中心 我怎麼他都幫我打點好 他說對啊 我是用仆人的概念 我說我裡面也會有提到 就是你看仆人的服務 就是在這個裡頭 我們能夠謙卑自己去提供服務 會讓家長更覺得說 我們的服務那麼貼心 但是你不是卑微 而是去抓到這個服務的本質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所以我們可能要再豐厚 我們組織土壤的人文的一個素養 好 那我覺得這個黃俊傑老師他提到 就是人文的素養部分深層的理解跟關懷 深層的理解跟關懷 我覺得說在落實 比如說不管很多單位尊重啊 以弱小弟兄需求為導向的時候 真的如果我們一直往裡面走 是一種很深層的 我們現在做的如果可以 往這個方向更努力 這種同理服務的本質 真的是往更多的前進 這個是本來剛才要看的 好 那在下半場的部分 我們會提到一些策略 是很不容易的地方 我就常常在思考 包括我們自己夥伴的分享 要從哪裡開始 雖然心法是很重要不斷累積 可是總是要有一個入口 技法是馬上要去操練 因為機構都是在食物裡頭 每天要面對的 那就發現說要怎麼互動 就是怎麼講話 又常常問問題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因為當我們說好我讓家長選 那媽媽你覺得你希望有什麼樣的目標 家長可能講不出來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麼大的一個方向問 可能家長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就會覺得說這個方式是行不通的 所以工作人員學會問話會是很重要的 那學會問話要先講 還要先會聽話 所以這個是在聆聽裡頭 在這裡頭會顯得更加的重要 那我們剛才都有提到 工作人員在角色上的改變是不容易的 我們怎麼再一次用不同的技法裡頭 去把自己的專業能夠很順利的 以這種方式帶給家長 然後確保他的角色 還有我們自己的角色呢 我們怎麼再重新定位自己 所以這個改變都不容易的 但也急不來 我發現也急不來 所以就是嘗試 我覺得就是嘗試 每一個組織都嘗試 從哪裡先試試看 只要有個起頭 只要有個起頭 你就會發現好像就可以開始動起來了 好 那我們提到這個 不管用什麼方法 讓我們聚焦在家庭的需求 以它為中心來帶領我們 都會用到 共同就是一定會用到一些溝通的技巧 以前我們都會不斷的學習 可是當以家庭為中心的時候 它的溝通的技巧又更回到 這一個溝通的本質裡面 那這些大家都看過了 都聽過了 我們進入這個領域都知道了 都是那麼熟悉 可是當我們要用這個 開始走這條路的時候 我個人會建議重新再檢視過 在我們很容易跌倒 每一個人很容易跌倒的地方 再重新再來過 所以很熟悉 但不一定做得出來 這個是大家共同的一個挑戰 那有幾個在聆聽的部分 有幾個關鍵 這是幾個建議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就是讓他們去談論 比如說我們去談 以家庭為中心的時候 會想說 家長好像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可是我覺得真的跟我們 有沒有辦法啟動他 去談他生活裡面的細節 當我們問一個問題 只有他有答案的時候 他不會不知道要說什麼 比如說他早上都吃什麼 這個我不會有答案 這個答案一定只有在他身上 而且他一定有答案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在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裡面 有一個特徵就是 我們工作人員問的問題 都是很多是只有家長有答案的 而且不會讓他覺得說很有壓力 那我們就在這個裡頭抽絲剝繭 這個是為工作人員比較不容易的 好 所以在這個聆聽裡頭 我們對於他的付出 就是要比較正向的 比較肯定的 我們常常會覺得希望他更好 你可以再做什麼 那在這個裡頭也有一個特徵 就是對於他的所做的努力 基本上都予以肯定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裡頭 請大家注意這個關鍵 就是能夠用他的角度看問題 這是所有的 你如果從這個學得會的話 你從評估 你自己就會開始轉變了 你用他來看我們的服務 從心我們靜下來跳出來 後來我學到一個方式 我常常也忘記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 有一個專家 我忘記他的名字 我背不起來 他是一個世界的 調節世界各國的一個專業人員 那他調節的國家 還包括那些中東 常常紛爭的那些對象 那他有一個方式 是他也提醒他自己的 也是給別人建議的 就是說當他在現場 列入 陷入一個好像很不容易做決定的時候 也避免掉跟現場的人好像拉扯 他就想像自己跑到陽台去 看他 看他自己怎麼跟人互動 那我覺得他這句話很棒 只是我要記得跑去陽台 我也忘記 就是說他用這個來形容 跳出來看自己 他常常用這句話來分享 所以各位看到我戴這個粉紅色的 這個就是要提醒我自己要到陽台 可是常常忘了看 我都戴在手上喔 都還是會忘 我就覺得哇人這麼軟弱 可是更需要被提醒的 就是不斷的自我提醒 即使很願意都很不容易 所以我會覺得比減肥還難 比把那個幾個弓箭曬掉難太多了 真的那種內在看不見的這個部分 不斷的提醒自己 我買了這個是洗澡也不用拖的 還是很容易忘記 所以我們要常常怎麼跳出來看呢 這個習慣要怎麼建立 這是非常個人的 你可能要找為自己比較有效的 因為在跟家長現場的時候 不會有家長提醒我們 我們工作夥伴可能也不在現場提醒我們 或是也不方便提醒我們 怎麼辦 所以每一個人路徑會有一點點不同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走個人的路 但是記得把這個記在那裡頭 那這個歷程當中 記法裡頭有一個很類似的 我們都是從形形色色裡面 要去找他的共同的原則 就是聆聽、學習跟行動 這三個循環 所以聆聽是先來的 在這個是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行動裡面的一個特徵 是先從聆聽開始 那聆聽裡面又分很多層次 我們好像坐在那邊並不表示就聽到 聽了也不一定就聽得到家長要去講的 所以不是表面上的意思怎麼能夠聽得出來 因為他常常也不會直接講啊 比如剛才我舉的那個例子 家長會說我們在那邊孩子就一直哭 我們不希望再那麼多人一起來觀察我們的小孩 那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雖然講說你們不要一次同時來看孩子 可是他的背後是哪一個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只有聽表面上的語言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坐在那邊聽 家長他願意開口嗎 我們的表情我們自己又看不到 我們的表情是歡迎家長的嗎 我們的表情是對家長有興趣的嗎 因為在聆聽 這個聽字實在是太有趣了 我注意看這個聽字 這個中文 反而是我的心理學老師教我的 他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他說聽 他說聽裡面有一個耳朵 下面有一個網 耳朵最好 不是嘴巴最好 十目 這翻過來 十字眼睛 所以要很仔細的看 一顆心 然後我才知道 原來這個聽字 我就很不好意思他跟我講 我說對真的裡面有這些元素 所以我們看不到自己的表情 在現場我們展現出對家長的興趣 對方感受到嗎 我們做的知識 像是準備好要聆聽了嗎 我們擺的樣子 像都是身心都準備好了嗎 所以聆聽好像都沒有事情在發生 可是聆聽的等待也要熬得住 在我 以PCP的方式跟服務對象互動的時候 我有一次非常感動的經驗 是我想我一輩子都忘不了的一個 一個服務的經驗 就是這個服務對象 他要講一個事情 我想我等了至少有二十分鐘 一直等 然後可以感覺好像有什麼重要的訊息 他會提 可是他 他的眼睛是沒有看我的 就是在現場等候 通常在現場聆聽的時候 通常在現場聆聽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工作人員 特別是老師 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講個什麼 怪怪的 結果講個什麼才像是老師這樣 所以在現場的等候等等等 後來他講出了很重要 生命對他生命中很重要 他說老師 我剛才跟你講一個事情是 都沒有人知道過的 所以那時候我更覺得說 哇這個聆聽的power 我也很榮幸也很感動 所以在聆聽的時候那個準備 有時候我hold在那邊 我覺得我的腰痠背痛了 可是就是很專注在他的身上 然後他不覺得 我們不要說語言沒有批判他 我們的眼神 我們的表情 都沒有在批判對方 也是很重要 有時候他講一個我們可能 嗯 那這個表情他可能就會 又說回來了 好 所以這個是在聆聽裡頭 是真的需要刻意的訓練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然後我常常要自我提醒 可是常常還是聽不好 然後我跟大家大概商量 如果家長說 教孩子吃飯 讓我頭很痛耶 你會怎麼回他 你可以跟旁邊分享一下 如果有一個家長跟你講說 喔教孩子吃飯 這才讓我頭很痛 你會選哪一個 或是你有別的 不一定要這幾個 你覺得你可能會傾向於選哪一個 或者是說你的本能 可能會選哪一個 可是你經過沉澱思考以後 你不會選那一個 有時候舉手好像會有壓力啊 你可以不用舉手啦 好 有沒有人選擇一 如果你願意舉手你就舉手 有沒有人選擇一 好 二 好 謝謝 三 OK 好 好 我太快了齁 你看沒有以你們為中心 沒有同理你們齁 好 好 第五項 OK 好 好 每一項都有人會選 但可能都有不同的理由 那 我不是說 說了這樣就算了齁 但是他可能會有一些含義在裡頭 好不好 不是說每一個一定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選一的話 我們可能是很急著去幫忙他 我覺得這個是在工作現場齁 我自己也會很急 我就會覺得說我急的時候 就把很多事情原來可以做得更好 沒有回應得更好 所以我記得我在大學上那個諮商課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特徵就是很快會給建議 這是我很容易出現的 所以我又常常會想到我第一堂課在做這個部分 這是一個特質會出現 好 好 那也許經過訓練以後不會選一 OK 但是無論如何可能都有很好的一個想法 為什麼要選那一個 第二個 也許你不要太在意 會好一點 好 那如果選這個有可能 好 不是絕對 有可能就是說 這個又沒怎麼樣 會不會讓家長覺得這樣 他可能就不會再 有點把這個事情變小了 好 那第三個 辛苦了 然後據點 好像沒有發展性 對不對 有接納他 喔 辛苦了 頭很痛喔 辛苦了 好 所以你看講話的語氣很重要 喔 辛苦了 頭很痛 那一點感覺都沒有 結果他頭就更痛 好 辛苦了什麼時候開始 覺得會頭痛 好 他不是說一個最完美的答案 但是我在寫這個答案的時候 我是在想說 我想要更了解更多 我希望家長可以再分享更多他這部分 因為有時候只是個起頭 有時候只是個起頭 他一個影 一個影 影子 那第五個我也有頭痛過 說不定跟天氣有關 這個也是很接近我的答案 可是我自己沉澱下來 我就說 這個叫做自言自語 你有頭痛我也有耶 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你有頭痛我有頭痛 所以我就發現 我也會給人家這樣的答案 這是我一個很直覺的 很容易五跟一 第一個是因為很急的想要幫忙 第五個是活在自己的經驗裡面 你也有我也有啊 所以我就會發現說在這個裡頭 我去看我自己做不好的部分 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我看到我就 我就知道自己的衝動是在哪裡 要怎麼在現場懸崖類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那個速度之快 跟家長速度之快 要怎麼每一次都支持到位呢 講出來不是讓他壓抑下去 能夠更願意分享 所以聆聽裡頭就有很多 我們如果以家庭為中心 我們需要再去學習的 那學習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常常會去講說 我在這邊跟家長一起學習 我以前也講過這句話 可是當我以家庭為中心的時候 我發現我每一次學習都是從零開始 就是會有一些基礎 可是不是說我突然這個點悟到學到 沒有是每一次都是很專注的 在這個服務對象身上 去學他 他的訊息讓我學到什麼 我知道了什麼 每一次都是要這樣子 而不是很零散的 不是是每一次都要從這個學習 去接納他 他重視的是什麼 價值就是重要的優先順序百味 他的觀點是什麼 我有真正理解到嗎 就是才算學到 每一個家庭的我都有感受到嗎 接收到了嗎 那最後的行動的部分 像你說對話好了 我也是想說光很簡單的對話 不是你講完話我講那種 我是真的有參與 兩個人在同一個平台 有在分享 然後如何減少爭辯 因為以ADAM1的個性 會激起爭辯 如果以我們在整個訓練的過程當中 很容易啦 我不是說就會 就很容易 那我怎麼去 對這個方式呈現的出來 我們提供建議的時候 家長能夠聽得進去 或是至少能夠理解 他要從我的建議裡面做分辨的時候 他知道我講的這個建議是什麼嗎 我認為重要的 他會不會覺得很無法接受 所以我怎麼在內部 還要再內化一遍 再出來的時候 是他可以理解 他可以接受 他可以考慮考慮的 考慮考慮 之前我們有一個長輩 他住安養院 然後年紀很長 九十幾歲 那長輩他要 他一輩子很獨立 所以突然在安養院 人家要幫他洗澡 因為他是很辛苦的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抗拒 後來我去的時候 就被人家投訴 長輩怎樣怎樣 要洗澡多困難啊 他生氣了 那我就稍微跟他提的時候 他說 他們進來 就很快就說 要幫我洗澡 然後就要開始去洗澡 如果他們態度好一點 他九十幾歲 我還考慮考慮 然後我就想說對齁 我們這個洗澡本身是很好的 我也想說我給家長的建議 我們也是經過內化過想過的 可是如果我的表達呈現方式 讓他不認同 他連考慮都不考慮了 他不一定會這樣講 但是基本上他不會考慮了 我就幫不到他了 好可惜喔 所以我要怎麼自我調整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看到這個 一定會提到Carl Rogers 他講話讓人家那麼舒服 他在同理的部分的分享 我去整理一下他的資料 我覺得他表達得很好 他說你不可以 你無法真實的感受到另外一個人 除非你可以珍惜他 就是真的珍惜他 每一個家長他有被珍惜的感覺 那個服務的現場氛圍會很不一樣 不管他的背景 有時候我們對一個可能社經定位很有限的人 我們講話可能變得很大聲 因為我們想說他可能聽不懂 我們要很賣力 可是如果我們珍惜他的時候 那個現場有一種寧靜 有一種平安 是我覺得服務很棒 在現場我如果也可以感受到那一份 珍惜跟感動的時候 他也提到他去幫助他的服務對象 他覺得說如果有偏見 他的經驗 因為他有一次做一個實驗 找已經很被肯定的心理師做實驗 然後他們彼此聆聽 後來發現說這些這麼被肯定的心理師 他們也讓很多被聆聽的人覺得 根本都不同意 我說哇那如果我們沒有非常努力 真的就很難支持到家長 所以在前面講的李小龍講的 就是把你自己再放下 空虛自己是很重要的才有機會 要非常的專注 這個也是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在對方在的時候 他的靈在很影響 所以那個專注是要平常就要練的 有的人專注能力好 有的人不太容易專注 那聆聽又是另外一種訓練的一個專注 有時候覺得好像有專注 可是聆聽並沒有專注到位 所以這個在當下的一個專注 我們需要常常彼此的練習 所以被聽到他就會願意再談更多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沒有辦法轉述很多 但是這個是我自己在執行 以家庭為中心 還有個人為中心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關鍵的 就是在同理聆聽這一個區塊 然後不給一件有時候就很難 不是不給一件 而是什麼時候給 怎麼給 他有一些狀態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跳過好了 怕講不完 但是同理的狀態是一個很吃力的高要求的狀態 大師都這麼講 很吃力的高要求狀態 要很困難 要hold得住 又很細膩又很柔軟 這個好衝突喔 又很堅強 又很細膩 又很溫 可是我們大家想想 如果我們的組織每一個人都這樣是會很好 上班會變得更快樂一點喔 大家都很堅強可是很溫柔 世界絕對會更美好的 如果我們都有這個想法的話 好 我再請這個李小龍再給我們一些提醒 我們再看 就是你一直專注在對方 始終是看著他的那個需要 還有一個我 我一直看 這個影片我看很多次 我也覺得說 有時候是 我跟家長講這個的時候 欸你看 你看那邊的那個喇叭 結果家長只看到我的手指 因為我表達的不好 或者是說 家長跟我講 欸 一筆我也只看到家長的手指 所以這個是在現場 去看我們以家庭為中心的時候 很容易 真的 但是因為這個狀況 所以真的是 只能說我們不斷的意識到 自己會有什麼狀況出現 不斷的去 去 讓自己在現場的聆聽 讓自己的學習跟行動 能夠掌握得更好一點 好 那無論如何還是要回到現場的操作 那個是比較心法的部分 也沒辦法 因為知道跟領悟到 跟意識到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可是我們還是要去學習 怎麼能夠成為一個催化者 那在不同的PCP裡面 因為我們談的那個 以個人為中心的技法 其實非常多種 它有幾個共同特質 就是會有一個 有人翻譯做促進人員 我個人喜歡把它翻譯做催化者 那 有的認為必須是 專業人員 因為他畢竟是需要有一點訓練 可是像這個 有的地方 他就認為說 只要可以的都可以 就算這個服務的對象啊 朋友啊 家庭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他一定要有優秀的溝通技巧 能夠帶領 然後在這一個小團體裡面 因為這個小團體 就是有服務對象的親友 跟我們工作人員了 他就有這一個領導者的 這一個角色會出來 要帶領大家一起把這一個 家庭的想望催化出來 所以他必須要有很創意的 問題的解決能力 我們會發現說 工作人員剛才分享說 我們的角色 那也覺得說 好像可以發揮更多 是因為狀況完全不一樣 你要很有創意的 來回應家長的一個需求 所以這個facilitator 這個催化者 他可以分析 他有一些分析的能力 然後能夠去看到 不斷的看到在困境裡頭 因為家長 不是說有一個特殊孩子 家長一定就在困境當中 但是有一些 他生活所面臨的 他需要我們來支持 優勢讓我們不斷看到機會 因為尤其是在有的家庭 他的需求那麼多元的時候 當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他的能量 幾乎很難從那裡開始服務 所以這個facilitator 他能夠做這樣子的分析 然後要跟大家一起腦力激盪 實在是不容易的 然後又評估 這個方式可不可以 用這個方式來看 去分享 不是我講的就對 這個方法可能有什麼可行的 或是比較不容易的等等 所以這個facilitator 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甚至會建議說 這個促進人 這個催化人員 不一定是這個家庭的直接服務對象 服務提供者 有的會建議說不要 因為他擔心說太固著了 或是不夠開放 只看到家庭的限制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個人 他不斷的 如果我們意識到說 我們很有天見 我們盡力不免了 因為有時候你很難說 一個組織就有專門的 一個facilitator 因為像有的單位會 在有一些國家 他們會聘請一個專屬的facilitator 去做這樣的探索 可是我想 以我們大部分的單位 是有困難的 所以工作人員就不斷的去避免 落入偏見 如何能夠更開放的 跟一個家庭去探索他的想望 好 那我們進入的時候 就會看到 如果我們去看的話 可以兩塊來看 他想要的是什麼 跟他需要的是什麼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切入的點 我會覺得說 如果這個催化者 他很有帶領的經驗 他只有這個方向 他就可以慢慢帶出 需要到很細很細的一個工具的結構性的 好 這是一個 但如果說我好像完全沒有方向 你需要更具體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工具 都可以讓大家來運用 好 這是一個方向 我在去年有一個特別的聖誕節禮物 是我們一個服務對象送我的 他是個成人 那我會固定時間跟他談 然後我的習慣 我的習慣 用一個很大的圖畫紙 然後我們邊談的時候 我要釐清一些重點 我就會畫下來 然後我就發現 這個我們三年前談過了 再拿出來都還記憶很清楚 他也能夠談 因為他不認識字 所以就可以談 然後去年聖誕節的時候 他就拿了一個 現在有一種胖胖筆 有很多顏色對不對 他說老師 這個送給你 這是我得到的獎品 我說 那是你的啊 他說我知道 可是我想要送給你 我說 你好不容易得到這個禮物 你抽到 他說給你的 你一定會用得到 我那時候沒有想很多 後來我收到那個獎品 再仔細想想 原來我們常常會坐下來 然後就用 我很喜歡用不同的彩色筆 跟他把他的對話記錄 用圖片記錄下來 所以我收到那個禮物的時候 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每一次我們能夠談的時候 都是很特別的幾個時刻 好 所以如果 服務對象這樣子談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方向 就可以開始 談 談東西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從 剛開始可以從很結構性的來談 那另外一種方向是 也是在 PCP裡面會用的 你會看到其實他沒有那麼複雜 其實他的技術都很簡單 但是是現場細節很多 有時候就去跟家長談說 現在生活裡面什麼很順利 光這樣就可以 彈出一些目標 什麼是讓你覺得很 很不順利的 或是說你們 我裡頭 你們問題解決 都是用什麼方式 就會解決了 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沒有系統化的討論 其實雖然是簡單的方向 但是他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很系統化的去談 裡面 所以 當我們學會聆聽的時候 他跟我們一來一往 好像就很簡單 但是談的時候不會這麼簡單 就會越談越細 這是一個方向 他們都用什麼方式 他們嘗試過哪一些方式 哪一些方式都比較好用的 那我們談完以後 我們就幫他整理出來 那這個對家長是 也是會有幫忙的 因為有時候他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我覺得 時間上 因為我們也在落實這個裡頭 發現有一些真的很花時間的 怎麼在最 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可以跟家長談得比較深入的 好 那這是一個 剛才那個跟這個都是可以很快的 那另外一個是去釐清支持者的角色 誰在活動裡頭要做什麼困擾的事情 什麼 比如說要出門出不了門 我們去澄清每一個參與者 在這個裡頭 要做什麼 或是希望怎麼分工合作 這個也是一個 滿不錯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 也被推薦的叫美好的一天 我自己是滿喜歡這樣 就是每一個家庭應該 有他們認為美好的一天裡面有什麼 就會去討論美好的一天裡頭 他們曾經有過 總會有過幾次有美好的一天嗎 那我們就會去討論 為什麼那一天是美好的一天 有誰參與了 做了什麼事情 那或者是說 他那個美好一天都還沒有發生過 有可能 他所期望的那個美好的一天 不過在這裡可能要稍微有一點留意的 就是說日子是要每天過的 所以如果美好的一天只多一次 那這樣對生活的影響可能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在每一天的生活裡面常常發生的 如果我們怎麼去形容 那一天會美好 那是希望它怎麼發生 有的人可能會說 那一片我都不用一直幫小朋友換尿片 也許這個就是他美好的一天 也許每個人定義不一樣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特徵 就是沒有標準答案 只有這個家長有標準答案 當我們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對有的家長可能說 我好好的晚上可以睡 睡夠六小時就是我美好的一天了 我第二天就可以好好的 帶我的小朋友參加什麼活動等等 所以每一個家庭他們遇到的不同 在成人裡面也會有這樣的現象 在剛開始我們幫這個服務對象探索的時候 就發現很有趣 比如說要平板電腦 大家都要平板電腦 可是你在問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問出平板電腦是要幹嘛用的 有的人只是因為別人有 那就還要再跟他探索 所以在這裡頭我們要去看 對他個人的定義 他個人要去下定義 這美好一天 然後我們要如何幫他去複製 好 那這個是生命的花朵也是一樣 這是一種工具 在這個裡頭我們去探索家庭的優勢 困境支持者他所重視的等等 當時我用這一個方式的話 是剛好在一個很有趣的點上 就是我一直在想說 ISP如何讓服務對象自己跟家長參與 因為工作人員有很多文字的描述的時候 發現為他們參與很困難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一個圖形 就像一個花一樣比較視覺的一個提示 然後結果那時候我們中心 我們中心都有每年都有幾次的自我倡議 就有一個服務對象 他就把自己裝成像500一樣上台 然後就唱喔 你是我的花朵啊 我就欸 很有趣 然後就在延伸 發現一個自然的結構 可以讓服務對象很快的了解到這個中間的關係 所以如果即使我們服務對象的家長 他本身他沒有認知的能力 其實在這裡頭他也能夠了解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訪談 或是去探索的這個過程 其實策略是非常多的 Maps也是很好用 你可以選擇你要用什麼 甚至有的家長可以選他要怎麼談 他覺得他要用哪一個方式 不是說因為工作人員學會這一種 在有的地方甚至服務對象他可以選擇 我要用這一種 我要用哪一種 但是我在這個中間我也可以發現說 有的服務對象可能用哪一種可能會更快更順利 這的確的 因為每一個特質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能夠精熟一種都會滿好用的 好 那這個生命的花朵裡面 你會看到優勢 因為優勢觀點 所以我在設計的時候 根部就是先談優勢 一開始談優勢會讓人家看到希望 一開始談優勢會讓人家繼續想要談 一開始談優勢 在我們講到克服的時候 他會更願意 這是我的經驗 然後在談優勢的時候幾乎都在微笑 所以有一個好的開始是很棒的 因為這也是提醒我們 以家庭為中心優勢觀點是必要的 一定要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花朵是他未來的想望 有沒有人一開始就開花 也會有 有人一開始 所以你會看到雖然我寫一 可是有的對象後來他非常能夠 他都很清楚自己要什麼 他一開始他就開花了 可是我們要去看他 時間點是這樣嗎 或者是說這個花需要不要再探索呢 所以在這個裡頭 雖然他會有優先順序 可是服務對象他去談的 他從哪裡開始 基本上我就會從那邊開始談 可是我的經驗是我還是鼓勵從一開始 因為一讓我們看到優勢 然後看到對他生活裡面有意義的 然後也對他比較容易執行的 那二就是土壤的部分 土壤就是他所重視的人事物 對他很重要的 或是為他很重要 如果我們去講這個PCP的時候 會有一個原文會稍微提到 就是Important to跟Important for 這個中文太難翻了 就有點囉嗦跟麻煩 因為原文 英文裡面它是不同的意思 對他重要為他重要 後來我覺得說他想要的 我就把Important to 我就把它翻譯成他所渴望的 Important for 就是他所需要的 OK 好所以在這個下面 可能有哪一些是他必須要 他很在意的 從這裡面我們會慢慢會看到有什麼 因為他一下子可能還說不清楚 或是一下講的 並不一定就是他真正想要 這是很吊詭的地方 就是他講的不一定是他想要的 所以也才會需要這樣有系統的一個探索 好我們看到 然後再看到這個蟲 是他可能的 目前無法做到的可能的阻礙是什麼 那雨滴是 不管是他 重要是他自己可以再為這個目標 這個想望可以做什麼的努力 然後六就是他可以得到的自然支持 好大家要很Focus在這個自然的支持 因為如果我們要以家庭為本位 有一個特徵也是自然的支持 而不是只有機構的系統裡面 資源的運用 因為他畢竟要回歸到他的家庭系統裡面 他要回歸到他的社區裡頭 唯有透過自然支持 他才真正的活在他自己的生活裡面 所以我們常常會鼓勵我們的服務對象 去運用我們的資源對不對 可是我們希望終究 最後是運用他自己的支持系統 這是長遠要看的 那我就會發現說 有時候在開發六的部分工作人 我們都還要很努力的再去學習 重新再去學習怎麼去做自然支持的開發 非正式的支持的開發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以前有開過ISP的會議 還有PCP有什麼不一樣呢 待會後面會再去提有一些不一樣 但有一些特徵就是說 事先我們會去釐清 這個會議希望誰參加 比較不希望怎麼樣的場合 不希望什麼事情發生 這個是很有趣的 因為以前我們在開ISP的時候 大概就很自視對不對 有固定的結構啊流程 可是在PCP裡頭是比較彈性的 好 那這也是另外一種工具 大家看到這個叫北極星的這個部分 那北極星也是給一些家長很有主見的 非常他已經探索很久了 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 所以他一開始就會 這個E就是北極星 他就把他自己想要的能夠定位 定位下來了 那他定位下來以後呢 他去想說 我希望這個想望出來以後 我們家庭就可以怎麼樣的生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希望我的孩子日拖 在家裡附近就好了 因為這樣子我們不用那麼早起 因為這樣子我們可以好好吃早餐 因為這樣子我覺得我壓力不會那麼大 好 那有的家長很快就會出來了 那可是現在為什麼沒辦法去讀附近的日拖 就會描述在這裡 那假設我們要這樣 那日拖有時候剛好旁邊就沒有 那怎麼辦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可是他就覺得這個是他的首要啊 可是不會我們組織促使你旁邊開一個日拖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手筆的月亮 他的月亮告訴我們什麼 好你看 他的訊息 有告訴我們 他不要早上那麼匆忙 他們希望可以好好吃早餐 可是這樣萬一真的旁邊都沒有日拖 還有沒有辦法達到 可不可以 跟旁邊稍微討論一下 這個很重要 因為PCP就是會遇到像這樣 旁邊不會有日拖啊 不會因為你今天這樣旁邊出來長一個日拖 可是他就覺得他的目標是希望到附近的就讀 所以這一個描述就很重要了 他說我如果在附近有日拖就讀 我就可以早上好好的吃頓早餐 我們不用那麼早起 那如果附近都沒日拖 這個PCP不就不構成了嗎 是這樣嗎 有的人他就是住的遠啊 好 各位我們的專業在這個時候要轉彎 對不對 你可能會 你可能會有一些策略 如果他就是堅持要這樣子喔 好 他的重點是不是在於讀日拖 重點在於 希望家人能夠好好坐下來吃早餐 所以我們在定這個ISP目標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而且他是一個家庭的一個服務 同時也是孩子 早上能夠好好的一起吃早餐 這是一個非常生活裡面的東西喔 大家了解我要表達的嗎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同理到你們 好就是說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可能會有類似像這樣 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不要錯過那一輪明月 他的手指不是那個日拖 他的那一輪明月指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是他所重視的 OK 好 那MAPS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第一個就是去講他們家庭 講他們家族的故事 他們想要分享的 那他的夢想也是 噩夢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說他們家一定不希望有這個事情發生 什麼事情發生 就是為了孩子 有的家庭可能沒有住在一起喔 他絕對不要發生這個 那我們如何急避避免這個噩夢產生 我們最近真的有一個個案是這樣 他們孩子剛發生 剛知道這個孩子的特殊需求 他們決定要 車程超過三小時的地方 他們 他們被 被告知說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可是又發現這個可能不是他們要的 他們最後決定不是他們要的 可是他還要得到他 要的療癒那怎麼辦呢 那他的夢想 如何去建構 好這個是一個方法 好 另外一個策略 就是說有沒有你什麼想要改變的 有什麼是你覺得很難的 你想要改變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反彈幾個重要的方向 都可以成為很好的目標 那我想大家的挑戰都是在於說 訪談怎麼有持續的引導 同時能夠化作實際的目標 這個是為大家都是比較難的 好 OK不好意思我留意一下我的時間 現在 還有幾分鐘 還有剩下15分鐘 好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我不知道我剛才講的幾個策略 大家有沒有問題 就是要現場去運用操作看看 但是至少你 其實PCP的工具有非常非常多種 大家都可以自由運用 好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在對話裡面去見證 比如說家長決定要改什麼 這也是剛才你有什麼要改變嗎 可是這個改變是雙方的共識 好我再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PCP的方式 以家庭為中心的方式 就是他想要改變 如果任何議題 只有我們想改變的 他就沒有符合 以家庭為中心的精神 所以很快 順理成章的我們就會先問說 你有什麼是想要很快的改變的 好 那這邊有幾個階段可以給大家參考 那另外一個策略8跟9 大家也有對不對 廖老師他也在這個部分很有經驗 那我們在今年度找聊協會 也會有請這個Dr. Robin McGilliam 會去談那個RBI的部分 其實都蠻可以期待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還是希望把多一點時間 讓大家去練習跟操作 你只有在操作裡面去發現自己的困難 才有辦法再運用這個技能 沒有辦法在聽裡面就學會了 好 那我們會看到說在日拖裡頭 會不會不太容易 其實還是有幾個方向可以參考 然後有一些大家都有在做 可是還有一點 對不起很重要可是我竟然漏掉 就是說在家長的參與裡頭 我們也要去詢問在日拖裡面 一樣可以詢問說他在家裡面 有哪一個部分例行活動裡頭 是他希望做調整跟改變 我們在日拖可以一起配合的 好這個也是一個在日拖裡面執行 比較特別的 好我們看到傳統的ISP剛才也稍微提過 我們很容易聚焦在孩子的需求發展 那如果用PCP現場對話是比較快速的 大家都有機會去說明自己想法跟看法 所以剛才的策略很簡單 真的一點都不複雜 可是就是一種不斷的修煉 我的經驗是這樣 不斷的去做 不斷的自我調整 不斷的改變 不斷的自我修正 好 那所以他們是全美最失能的家庭 那我們要怎麼為他們定目標呢 好這是他們的家族系統 那他們家常常有問題 所以這個都是心理師 結果他們兩個都最後被他們家庭打敗了 把他們趕出門 那他們的信仰也屬於基督宗教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爸爸偶爾也辦告解 可是基本上他又回到他原來的路上 好這是他們家常常在一起的景象 就是在電視前面好好的坐著 好那他們也有他們很愉快的時候出去玩 雖然常常以災難做終結 可是他們也有很快樂的時候 這個是太太 Marge 翻譯做麻吉 Marge 34歲 Homer爸爸 36歲 那爸子他就是10歲 Lisa 8歲 這個是中間的姊姊 好我們看了要定的 關心的重點是這個Maggie 他一歲而已 這是他們家的狗狗 好 那為什麼會是Maggie呢 如果你看過辛普社你就知道 他幾乎沒有聲音的 幾乎沒有聲音 什麼聲音比較多 吸奶嘴跟跌倒的聲音 好 那他平常互動跟家裡成員互動的很少 我們關心他可能是需要早療 可能啦可能需要早療的服務 他最愛的是他旁邊那些小動物 看到奶嘴就非常有興趣 好 好 可是他在家裡面很危險 他的家庭環境 好讓他你看都拿得到毒藥 這是真的啊 好不是我畫的 好還有一次你看開車出去 好所以這個家庭 讓他陷於非常危險的狀況之中 所以只有一次講過Daddy 因為他爸爸都會問說叫爸爸叫爸爸 結果他也沒聽過他女兒說Daddy 是他離開他的房間 他才把奶嘴拿出來說Daddy這樣 所以他也沒聽過 只有全家你看那麼久那麼久 只有全家聽過吃飯的時候 其他都沒有聲音了 那很有趣的他的認知 他會只認字母 可是只有姐姐知道 爸爸媽媽都不知道他會只認字母 然後他的動作一直跌倒 而且頭著地 聲音很大 所以很擔心他這樣子的成長過程 所以媽媽也很關心 也帶他去檢查 到底為什麼都不講話 也沒聲音這樣 好那這個孩子出生的過程 其實為爸爸 他雖然很歡迎他的孩子 可是發現說他一出生的時候 爸爸很挫折 因為責任更大了 所以那天他很高興 可是之後他就覺得說 為他很辛苦壓力太大了 那他爸爸是在河南廠工作 所以他的夢想就是工作的時候可以睡覺 基本上 基本上他的 爸爸的對事情的處理方式 有時候也很難讓人家理解 雖然他有時候是很認真的 他有時候也是常常抱怨 這是他的親子態度 我沒有錢又有三個小孩 為什麼不是讓我有錢又沒小孩 所以這是他的 他的基本態度就是這樣子 那雖然他要善解人意 可是常常說出來話都不適合小孩子聽 你看這樣是不是符合我們早了 符合對象 所以他不知道 雖然他有時候很想跟孩子互動 可是常常都是這樣子收尾 他就失去耐心 因為他沒有方法 所以他其實也蠻挫折的 所以就有時候會借酒消愁 他最愛的就是他家的電視 這是他的名言 每喝一杯啤酒命就短一分鐘 每喝一杯美酒命就短兩分鐘 每天工作就會短了七八小時 所以他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Nike不是說just do it 可是他說讓別人do it 所以他有時候會想要當個好丈夫 可是也都是悲劇收藏 所以他給孩子的價值觀就是 做不來了就不值得做 所以他跟這個Maggie 是我們主要的服務的對象 你看他是給孩子餵啤酒 那孩子做得很好的 他竟然沒有讚美 是非常的嫉妒 所以我們看到孩子很怕他 對不對 你控制這個表情可以看到 好 他吸著女兒的奶嘴 那媽媽呢 我們看還好有這個媽媽 媽媽是很棒的 你看 可是他也很辛苦 Lisa是他女兒 女兒跟他說媽媽我好生氣 這個媽媽就說女生你就hold住 好這是他的 其實他也都是在家庭裡面的表色就是這樣 然後他也蠻好跟女兒說 我們要當自己 聆聽自己的聲音 他跟孩子的互動基本上都還蠻不錯的 好 那這是哥哥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快快的跑過 好 他出生的時候哥哥說我討厭你 好所以他也嫉妒他的妹妹 可是有時候他們也有溫馨的時候 好這是姐姐Lisa Lisa是 也很喜歡跟妹妹 可是她常常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有這個妹妹 所以我們如果說以家庭為中心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這個家庭 絕對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在這個目標裡頭 這個妹妹她在家裡常常是這個狀況的 我們剛才提到 大人忽略她 所以她常常陷於很危險的狀況 你會看到他們都忙著吃東西 可是她桌上沒東西吃 我累我累 她一直比我累我累 她不會講話 可是大家都吃自己的 所以有時候她餓到吃狗食 或是吃太多餐了 所以她最好的友伴跟爸爸一樣 除了她的寵物之外 還有這個電視 所以如果我們要為了這個家庭 來訂立一個家庭的目標 因為媽媽也顧慮 這個是媽媽說怕她以後會變成這樣子 女戰士 這是不過她表達了 大家知道這個意思 OK 好 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家庭裡頭 我們要為她定的目標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是一樣可以享有好的一個生活 那在以家庭為中心的這一個服務裡頭 我們來看 誰是主要照顧者 然後這個活動裡面每一個人要做什麼 我們讓家庭知道說 要怎麼 不只是我們工作人員自己來定目標 他們覺得說要怎麼樣才達得到目標 其實這個都需要去談的 但是假設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跟她在現場 假設我們去看的時候 這是一個 因為吃飯是他們共同的時間 好好的坐在那裡 不會亂跑不會爭執 大部分都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會看到他們能夠共同參與的 像Maggie可以坐在這個餐桌前幾分鐘 來增長她的注意力跟參與度 吃飯的時候 爸爸媽媽好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以家庭為目標 爸爸媽媽要了解Maggie要什麼 免得她挫折 好那媽媽知道Maggie適合吃的是哪一些食物 所以她會影響到她餐點的準備 這樣子她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吃了 我們看到有時候 家長很希望孩子一起參與活動 可是可能他們也限於 這個就是專業人員可以提供很多訊息的地方 給他們訊息了解到說 除了我們每一個人這個交集 大家的需求跟小朋友的需求有沒有共同的交集 那這樣他們就可以好好的吃一頓晚餐 那團隊也是一樣啊 這個小朋友兒童座椅是不是適合他 這個都是很適合團隊來發揮的 所以這一個像這樣 有一點類似他們家庭的一個長期目標 我們可能也會問一個問題說 長期目標以後怎麼寫 短期目標以後怎麼寫 基本上還是一樣的 具體肯評量 只是說這個目標的出現有沒有 是不是家長的選擇 這個目標的出現有沒有促進家人更藏在一起 這個家庭的目標出現有沒有幫他們問題解決 而且是他們所重視的一個問題 至於他的型態跟格式 說實在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重視 表殼可以引導我們去 好像把我們的工作呈現出來 但是不要讓他限制我們 所以我們常常就要去思考說 這些目標有沒有回應到原來的精神 回應到我們剛才講是不是夥伴 有沒有選擇有沒有參與 有沒有運用到家庭的優勢 是不是在生活作息裡面落實 如果我們用這樣來看這些目標 就精神上比較容易符合 我們要達到的 而不是只有從表格 好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想讓大家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做 可以做練習好不好 那我們回到各個組上 你們可以從剛才的幾個方向練習看看 然後你們在做的時候把你的 呃 悟到的 領悟到的 或是說你感覺到挫折的 把它記錄下來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經驗 每一次的一個探索 在個人帶領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的時候 都是很重要的經驗 所以你們可以先以組織 每一個組織為單位 你們覺得說 欸 我們可能可以嘗試這個看看 我們現在還是都做一起對不對 那你們可以看看說 欸 我們可能可以嘗試這一個 或是哪一個可能對我們比較容易上手 因為我們現在 還是會有這個發展性的課程在對不對 這個是沒有辦法很快放掉的 在這個過渡時期當中 我會覺得說 用這樣子的一個策略 讓我們可以比較快的 把一個家長的一個 所渴望的目標 能夠 他的渴望的目標 他的選擇 能夠有機會 納入我們的服務 如果未來完完全全 有一個 系統化的 比如說 提到的RBI 他是非常系統化 可是他也是龐大的 可能組織的翻轉要非常的多 也許在這個過渡時期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用這種策略的方式 會更 很快 一定就會扣得起來 所以我鼓勵大家試試看 你們 你們先討論一下好不好 你們先討論一下 你們可能想要用哪一種方式 去探討美好的一天嗎 去跟家長問 所以我們中間需要有人 角色扮演一下 有人當家長 好 安排 角色 誰要當家長 誰要當親友團 誰要當團隊 我們來 安排是繼續以機構為單位 是 是 那這樣機構就可以 回去的時候 就可以決定說 我們是不是比較適合 因為我們目前的狀況 好像可以運用哪一個部分 我會鼓勵大家在做這個的時候 有用海報紙的原因是 這樣參與比較容易 就是說你有海報紙 你再寫下來 大家都看得到 那我個人的習慣是 畫下來 所以你可以用你們自己覺得 比較可以參考使用的 大家好 我們就是 是使用那個 90頁的那個 就是德蘭的生命花朵 就是進行一個就是練習 那我們是就是 我們是用一個 喔 我們是用一個就是 孩子 就是他 他是就是 使用那個 衛造樓口禁食的 那個 就是一個個案 那就是 我們就是探討就是說 我們就是探討那個 家長就是希望就是孩子可以 就是 他們的夢想就是 希望他就是可以 就是用 就是衛造樓口 就是可以用口禁食 就是不依賴那個 衛造樓口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第一個 就是那個 探討優勢的部分 我們 這個孩子的優勢 其實就是我們 評估就是說 就是家庭成員 對幼兒的 障礙的狀況 就是十分的了解 那就是也可以接納他的狀況 這樣子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家長對於就是 早聊的態度 是就是 很信任跟配合這樣子 還有 呃 就是本身 對人的互動性 就是是非常好的 那就是 呃 在第二個 探討重要的人數的部分 我們這個 還來不及討論到 那 第三個 未來的夢想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說到的就是 家長希望就是說 最後這個孩子 就是可以不要 依賴衛造樓口禁食 可以使用就是 就是直接移口禁食 那就是 遇到那個夢想 就是可能的阻礙的部分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因為孩子本身 就是口腔肌肉張力低 他就是在使用就是 口腔禁食的部分 會比較困難 那再來就是因為 就是這個孩子 他就是 嬰幼兒時期 他曾經有 嗆咳的經驗 還有就是本身這個孩子 他的那個 口腔的分泌物比較多 就是 常常就是會 呃 需要抽彈 那所以就是本身就是 幼兒在對於就是 口腔的那個經驗 就是十分的不好 所以會造成他 就是 以口禁食的那個 就是經驗的困難 這樣子 那在家長的 的付出的部分 就是 呃 我們就是呃 在家長的部分 他們就是需要 帶孩子進行一些 療癒的課程 比如方說是 吞咽的訓練 或是語言治療 跟就是其他的就是 療癒訓練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 家長可能就是 會需要就是準備 副食品 讓就是孩子可以練習 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謝謝 呃 我覺得 你們可以再分享一下 你們 除了分享這樣子的探索 可不可以請你們也 看到說 這個中間有沒有執行 比較不容易的地方 或是你有什麼發現 我想這個每一次的探索 都是重要經驗的累積 好 或許我們給他們一點時間思考 我想我們在做這個方式的時候 很重要的就是 今天我們是做演練 事實上家長一定要在現場有提供意見 如果他沒有 就沒有辦法構成PCP了 大家了解我要表達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PCP的工具 不會因為我們用它 而我們就真的是以家庭為重心了 而是它是在裡面真的是有帶領我們 好 那所以可能我們在用一些用詞的時候 我們會對一個夥伴怎麼表達呢 所以我可能這是我一個想法 我聽到然後我就很直接的回饋 我以前我也會說家長很配合 可是我把它當作夥伴關係的時候 我想我就比較不是用這樣子的一個表達 一個夥伴關係的時候 他很配合我 因為好像不是 是彼此配合 因為我們是夥伴 所以淺詞用字 也會因為是這個夥伴關係 我們在裡頭運用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彼此提醒的 在細細的去看每一個步驟 我怎麼會這樣問問題 家長是怎麼樣子反應 每一個可能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謝謝你們的分享 非常我們給他們拍拍手好不好 他們第一個很勇敢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也是用德蘭生命花朵的那個操作來說明 那就是我要講的這個個案 他是那個外配的家庭 然後他最希望成為 他們在那個 就他們比較 他們就是未來啊 未來的夢想是希望成為 就是雙新家庭 因為現在目前 目前就是只有爸爸在工作 然後他們的困境就是經濟比較有問題 然後他們之前是又不能申請低收入戶 是因為就是爺爺奶奶那邊 就是他沒有辦法接受媽媽是大陸籍的外配 然後所以跟他們斷絕關係 所以這個是對他們家來講是一個阻礙 然後他們 可是他們家就是還不錯的是爸爸 爸爸跟媽媽都能夠就是很良好的做家庭的分工 比如說爸爸下班回來 就是會幫忙照顧媽媽 幫忙照顧小孩然後分擔家事這樣子 然後哥哥的部分呢 哥哥是那個就是小朋友學習的對象 然後他們就是 呃現在目前有的資源呢 就是就是我們中心會 我們是早聊資源中心 然後我們就會提供一些資源 可能說就是小朋友的一些療癒的部分 我們會提供 然後媽媽也是蠻積極的去參加我們 我們那邊辦的一些親子講座 然後還有他們醫院療癒都有去做 然後還有萬華社福中心 有協助他們那個經濟的部分 對那就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就是我們執行比較困難的部分就是 可能跟爺爺奶奶那部分 想要就是讓他比較能夠接受媽媽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可能是我們 就是還要再想辦法的部分 因為爺爺奶奶就是不能接受媽媽是大陸籍的部分 所以可能就是在媽媽未來要找工作的時候 那工作時段的部分 就是也會除了說爺爺奶奶需要幫忙他們之外 那這樣子媽媽才能順利找到工作 所以就是未來可能比較困難的一點是 還要努力去讓爺爺奶奶接受媽媽的這部分 然後這部分是我們比較需要去努力的部分 對以上是我們報告的個案謝謝 好我們也謝謝這一組的分享 那我想可能我剛才說的不是很清楚 我要提醒大家好不好 因為我們時間實在有限 我知道用這個方式可以分享個案 會有系統的分析 但是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還著重在技巧運用的累積 所以待會兒我們每一組的夥伴 就不用去描述這個個案好不好 你直接可以去談說你使用這個工具的心得就好了 比如說它的不容易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它幫助你比如說更了解個案啊 或者看到有幾個可以工作的點 這樣子我們用這個方向來看好不好 那這樣我們可以更分享的更多更快 但是我們還是非常謝謝剛才的夥伴 我們還是給他們掌聲謝謝他們願意分享 好像剛才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在PCP探索的時候 會有類似這樣比如說他希望雙心工作對不對 可是你會看到有一些沒有辦法馬上發生 所以通常我們遇到這樣子的個案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了解說如果你們可以有雙心的收入 你們希望有什麼樣的生活 因為有時候這個不會馬上發生 所以通常在這個時候我也會鼓勵我們的服務對象去說 因為有一些並不需要等到雙心才可以擁有 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服務讓他現在就可以比較接近他渴望的生活 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雙心的家庭不一定下個月就找到合適的工作 因為有交通各方面 但是一個有品質的家庭生活 是可以透過很多方式來支持的 所以如果我們以生活品質的概念 我個人的想法 我們以前都會說這個服務對象會怎樣 會怎樣 可是我會認為說希望有一個好的生活 我現在可以先做什麼調整就可以了 好這是我這幾年在用PCP啊 或是以家庭為本位的思考 不是好像要再等等到一個什麼才有什麼 我們先去思考 剛才那個星星有沒有 星星會去描述說 我如果栽到星星我的生活就會有什麼了 這個讓我們的目標可以很快形成 也可以讓我們的目標比較可行 不然你就會覺得好像有一個很遙遠的星星栽不到 這個花朵要開好辛苦喔 因為有時候家長沒辦法把那個五年 比如有的啊 我們要是能夠住在一起 有自己的房子多好 那個很遙遠耶 所以我們會先從近端有什麼是可以做的 這樣子帶領我們 由他來帶領我們服務的提供 我們試試看 好謝謝我們接下來我們下面的夥伴 就去談你操作的有沒有不容易的地方 或是說在操作你有新的發現 或是其他的心得都歡迎分享 謝謝 大家好 午安 我們這邊是姐妹合璧 就是瑞富意志中心跟美善基金會 我們一起討論這個議題 那我們剛剛想說整理了好一陣子 要怎麼講了結果突然換主題 有點緊張 我們的想法應該是說 透過這個生命的花朵 其實他可以帶我們從一個 專業人員為中心的這個角度 變成是以家庭或是個案為中心 那進去陪伴他 去看他的需求是什麼 那了解他的需求 就是還有他的夢想以外 我們也會很清楚的去發現說 他們的阻礙有哪一些 然後他的支持有哪一些 那我們就是要陪伴他去走這個心路歷程 幫他把阻礙給拿掉 然後拉進其他的自然知識進來 那也會發現說其實一個 再怎麼簡單的個案 其實也有很多家庭問題 可以進去協助做處理 這是我買心得 有人要補充嗎 謝謝 謝謝 好 那也許有的家長說 每天平平安安就好 那他要去定義他的平安 裡面要有什麼 非常好 我們下一組夥伴 謝謝剛才瑞富跟美善的分享 那個我們剛剛有討 我是嘉義盛星的 然後另外一位是新北市 你們是 紅綠基金會的 然後我們其實第一次用 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會覺得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家庭的優勢在哪裡 還有他的弱勢在哪裡 然後再來就是 就像前面美善基金會講的 我覺得也可以陪伴家長 因為有時候我們家長往往都不知道 自己的問題點在哪裡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那經過這樣子的 作業之後就可以比較清楚 讓家長也明白 他們自己的優勢在哪 然後他們的期望 因為我們在服務的過程中 其實家長常常跟我們講的 都是對個案的期望 很少會去跟我們闡述到 他們自己對家庭的期望 那經由這個表格的操作 可以讓家長很清楚的知道 對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這個綜合的團體 我想我們在探索這個時候 很多細節 從一個好像就習慣這個工具 那有一些細節我分享一下 比如說這個家庭的優勢跟需求 他認不認同這是他們的需求 他們認不認同這個就是他們的優勢 了解我意思 就是說我們這個是共同去討論出來的 如果他不認為這個是優勢 是我們跟他講的 這個有構成以家庭為中心嗎 這是在現場操作的時候我們要常常去講 我們會覺得這個家庭的弱勢是什麼 可是他知道他有認同嗎 就有一次我們有一個夥伴他說 這個家長有點力不從心 然後那個家長說我才沒有力不從心耶 所以他不認同這個就是他的狀態 所以在這裡面每一個都是從家長的角度 來看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潛詞用字 記得它是我們的拍檔 最佳拍檔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溝通 我們那個專業的語言 要再轉換過成為一般人的語言 的時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調適 我也自己在這裡面也常常要自我提醒的 我今天在這邊講不是說我可以弄得很好 可是我知道這個很容易 又我們思考的路徑 我們工作的習慣會把我們拉到 那樣子的一個判斷裡頭 所以我們需要每一個人需要 常常彼此的一個不斷的提醒 記得我這個手鍊都不好 要再識別的 好 我們謝謝他們的剛才夥伴的分享 接下來這一組 謝謝我們台中愛心家園 瑪莉亞12福利基金會愛心家園 事實上這個比較detail的去盤整這個家庭的資源 比如說可以看到它的一個主要支持系統 或是其他證實或非正式的系統 我們可以比較仔細的盤點出來 但是反而我覺得最難的地方就是 很多比較重度的服務對象的話 他的夢想的部分反而是家長很難去表達出來 比較難去問他需要是什麼 因為很多家長覺得說他快樂就好了 可是我們就必須要知道他快樂 那快樂後面快樂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可能要很多一個說壞的去引導他們 說出他們真正背後的原因可能是 因為你快樂的話 我就是心理負擔會比較 可能對公婆比較有比較好交代 可能對孩子以後更有好處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子一個系統對我們來主要 是歸納他的一個優劣式的部分 還有釐清問題是可以更清楚的 當然當然就是說也可以要去 就是說我們訪問者訪談者這部分的 當然也要很多東西再去做加強跟充實 以上分享 謝謝 謝謝我們 瑪莉亞愛心家園 我想沒有錯可能說服務對象有很多複雜需求的時候 我們要去探索是不容易 我想我在這邊還是分享一點點我的經驗 就是說當我們回歸到生活面的時候就會更容易了 當我們回歸到生活作息裡頭 很快就會看到 我用很快可能太果斷 就是說比較容易去看到幾個點 是他生活裡面如何能夠每天更順暢 因為在探索這個想望的時候 有時候會想得比較遠 但是我們看如果每一天都沒有很順利 不管是個人或是家庭 比如說他因為很複雜的需求 連吃個東西都很困難 也許我們從眼前裡面可以趕快的 就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方向 所以有時候可能想不出來 可能沒有很快 我們就從生活細節裡面 在這個時候也許美好的一天 就會更快更容易了 所以我才會說可能 我們很多不同的策略 你都可以試試看 因為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狀況 都會讓我們比較容易上手 好 我們好像幾乎沒有時間了 他跟我講 我們謝謝 雖然可能沒有時間 再讓各位來分享來報告 但是我想各位聽到美華主任這邊的報告 以及我們每一個小組各自的檢討分享 我想你已經學到很多了 學到說怎麼樣以家庭為中心 他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他的執行策略在哪裡 我們後面要怎麼走 我想這是最寶貴的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美華主任 謝謝美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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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美華主任